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宁死不屈 拒绝投降 传出13名乌克兰官兵殉职 不过乌克兰海军28号宣布 驻守舍岛的82名士兵还活着只是被俘虏 乌尔战火燕烧多日 有比尔江斯克民众在市议会广场包围俄国坦克 喊口号唱国歌 还有高利乌高卡夫的民众挡下俄国坦克进入村庄 面对这场乌尔之战让乌克兰人超团结 有越来越多人报名从军 有19岁的大学生 也有73岁的老翁都想保家卫国 另外还有一群士气高昂 准备战斗的民兵 原本是学生和音乐家 准备投身战场 更有67岁的富人 穿着军装 指挥着身边一群男性 面对强权 不退缩 乌克兰上下一条心 用行动捍卫家园 TVBS新闻 黄瓜尾声讲了的哦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